吉林长春市民费乐群是一位古灰级书法爱好者 他用五年的时间写出了40万字的小凯作品 1月18号记者见到他时 他正在创作新的作品《蓝亭集序》 原本是木匠的费乐群十分热爱书法 早在1972年他就开始练习小凯 也是自那时开始陆续写作品 2014年他将目光聚焦在长片上 一幅字数最少的作品也要5000字 不仅是字数多 费乐群的作品内容也包罗外相 既涵盖《道德经》《论语》等传统文化 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国共产党章程》等题材 至今费老的小凯作品已逾60万字 到现在为止大约有60几万字 有的不是写一遍 为了写这些作品费老几乎费心忘食 他说写到信头上的时候不分白天黑夜 一天写十几个小时也不觉得累 我把我的床跟我的写字的案子联到一起 我钻到底下睡觉 抬起身的就写字 写这些重就是大量的这个 就是几万字几万字这个作品的时候 几乎就是带案的底下睡 当天费老乡记者展示了他的作品 其中字数最少的《道德经》 捐幅也有17米长 他将这些作品视若珍宝 老人说愿意将这些作品捐给国家 我想把这些捐给国家 作为我一个百姓对国家对党的热爱